今天帶來這個作品呢 好可愛 好 那首先呢 這是我們的羊毛 那這羊毛呢 大概是7克或8克都可以 是 OK 7到8克 對 然後呢 首先我們要把它對折 對折 然後呢 分一半 然後呢 這一半裡面呢 又有頭跟身體 這一半還要當頭跟身體 對 你要再把它分一半 這一半 好 那你會自然的有一邊比較多比較少 對 你也在 少的呢 你就當身體 多的當頭 這樣大頭比較可愛 接下來就是把那個 頭的部分是圓形嘛 對 那我們之前有教過就把它捲成圓形 捲得越扎實 等一下你戳得就越省力 好 直接拿起來揉一揉 然後揉一揉之後你就會發現它有一些 Y7牛巴形狀 再把它拖進去 好 搓好之後呢 我們要來做身體囉 這一次要去捲小的水滴狀了 好 小水滴 對 一樣是先收尾 先收尾 然後捲起來 跟圓形有一點點像 然後捲到一半的時候呢 把一邊往內摺 這邊增加它的厚度 厚度 對 然後再繼續把它捲完 它就有一邊是比較大的頭 好 然後把它接合 它會有一邊比較胖 那這個做法一樣的是 橫的過去 橫的回來 可是你不要讓它變太長喔 這樣身體就不好看了 所以你戳差不多接合之後 你要另外一邊把它戳短 把這個尾一端修圓一點點 那這邊修圓之後要反過來 那這邊要有斜度嘛 所以你要四十五度角 戳水滴形的時候要這樣子 往上戳 讓它有那弧度粗 那到底這個頭跟身體 它們要怎麼樣接在一起 好 那現在這是剛才做的頭 那它還有一點鬆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把這個頭做到很結實 這樣子你的頭在戳的時候 才不會這樣貓掉 對喔 不然就變扁頭的猴子 對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把它做接合 那接合的話是一個 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這個下針是四十五度往下戳 那我下針的速度 大家就可以聽出來沒有很快 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做接合 所以我要下針要用力一點點 而且你看我的這一隻手 是用力的往下壓的 這樣它可以接得比較密集 因為這樣時間的關係 所以它來不及變得更扎實 所以說真的 我們剛剛在接縫之後 你會覺得我們這還是軟的 可是事實上你要戳到 它這個全部變硬 反正到最後它就可以修成這樣 那耳朵呢 我會取這個膚色的羊毛 那耳朵因為很少量 所以呢 其實我們拔一點點就好了 那我們之前有做過 比較大片的耳朵 那這一次只是變得比較小片 一樣把它摺成片狀 對 然後再把它對摺成一個 M字形 把它搓平了之後呢 翻到背面 再把它搓 那記得每翻一次面 你的下針力道就要再輕一點 好 然後再來就是把 M字形的角收進去 而且你這個耳朵其實形狀 扮圓形的這種感覺 它比較厚 對 它是比較厚實的 那現在那個手長腳長怎麼做 那這個的話呢它是屬於這種細的 那這個細的其實用濕沾是比較好做 可是針沾的話它有一些小技巧 首先呢我們要把羊毛鋪在這個墊子上 羊毛鋪在墊子上 鋪這樣子 鋪一個長條形 大概是這樣應該就夠了 你可以用類似的比如說煮筷子 筷子 然後把它壓著 壓著 把它捲起來這樣子 捲起來 對 捲起來 它可以黏在筷子上耶 對 就這樣直接把它捲起來 你要用手這樣子讓它先扶住它三滑 在你的手裡面這樣子 搓一搓 滾一滾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把它抽出來了 把它拔出來 好 它就會是一個長條狀了 那接下來要把它搓紮實 跟其實短柱體很像 就是左右的來回去 對 這樣子搓過去 搓回來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起來手上 直接這樣搓 搓一搓 當然前提是它要半沾化 然後再繼續搓 它就會越來越長 所以我們大概需要做出四條來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搓得越來越細了 那我每次下針 另外一針 另外一邊的線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現在可以用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你把它扶著 然後這樣子搓 斜搓 對 斜搓 這樣子就不會一直搓到電板上面去 不會一直把羊毛拉到 它下面這個墊子上面 它就不會跑出來了 那現在因為這比較長 所以我可以把它剪對半 運成手的部分 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剪對半的另外一邊 它會是平面 那我等一下可以貼手掌 那也因為時間的關係 它的互相連接的方式 跟我們以往做羊毛毡 所有任何需要組合的方式 是一樣的 你就把它固定住在四周 先把它擺好位置 搓兩針固定 最後再用多餘的羊毛針 再把它那個連接的地方 讓它更順 沒有痕跡 所以這樣子四肢都完成了 那我先來做臉 那臉它有兩個小山丘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小山丘的部分 分開來做 是左邊一個圓 右邊一個圓 它肚子好小 你看它做很小的肚子 好 那它其實臉的部分是 左邊這個臉 借我一下 這邊是一個圓 然後下面是一個橢圓 所以它是三個形狀的組合 所以你要弄兩個小圓 下面一個橢圓 來拼出臉的造型 所以就直接拿一橢 對 所以我要有一個頂點在這邊 然後這邊要畫圓 是 這也不用很厚吧 不用 那如果不夠會有底色會跑出來 你就要再加厚 了解 它就是一個球 兩個球 下面一個橢圓 做出來就會像這樣 所以它現在其實把輪廓做出來了 但是臉皮是薄的 那現在先把臉皮要加厚 然後接下來上這些眼睛 鼻子 嘴巴 肚子的部分揉成一個球 然後放在肚子的位置 搓圓的時候中心點定位之後 就要開始畫圓 然後再把它搓進去 幫老師先準備了它的手跟腳 那其實手跟腳的形狀 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審美觀 然後重點就在於手會比較小塊 腳比較大塊 對 這樣子我們就割出了總共有四塊的不織布 跟準備了我們這個黏膠的部分 四隻都有了 好了 連 然後耳朵再把它接上去 對 這一隻我們的小喉捲線器就完成了